全班同学被校长反复调查了三天三夜 只为了给新来的转学生安排同桌 指引转学生不仅有个大领导父亲 还是全国物理竞赛的第二名 甚至放弃保送轻卑只为拿个高考状态 然而和我同桌不到两天半他就会带歪 指引我觉醒了反内卷学习系统 只要摸鱼就会给积分 只要攒积分就会给奖励 因此别人都在疯狂刷题搞内卷 而我则愉快躺赢攒积分 此时我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看似认真听课实际上却偷偷玩着斗地主 看着自己系统版面上的墨鱼积分不断增加 心里呢叫一个束手惬意 就在这时直觉告诉我危险正在逼近 熟练锁上屏幕迅速把手机藏在课本中间 朱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的上课境 班主任走进教室身后跟着一位很漂亮的女生 班级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这位是新来的同学严小溪 今后他将和你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高考 大家鼓掌欢迎 班级里响起雷鸣班的掌声 大家好 我叫严小溪 今后请多多关照 声音很甜人也很美 把班级的男生们给遗的不要不要了 班主任指了指我身旁的空间 严小溪同学你坐到陈小空的边上 数学课还在继续 在摸清楚新童桌的脾气前 我只能装出认真上课的模样 严小溪呆呆地坐在那 面对全新的环境他有些不在状态 突然放在裤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下 严小溪拿出手机看了眼 是自己的亲妈发来的微信消息 严小溪抿了抿嘴低下头捧着手机 快速编辑着内容 我不停打量着身边的新童桌 这个女生看着很漂亮 但脑子不是很明光 从她刚坐下就一直傻愣愣地呆在那 接下来看到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垂着脑袋在桌下偷玩 我心中暗醒 稳了 原来是同道中人 不过手法不是很高超 就她现在这个样子 台上的数学老师一眼就能瞧出端女 手机不是这么玩的 正在打字的严小溪愣了下 满脸疑惑地看向我 但下一秒严小溪就看到 最为匪夷所思的一幕 只见我认真地看着黑板 右手在一本笔记本上筷子摘抄 同时左手拿着手机 在桌子下单手操作 好 好厉害 竟然盲打九宫格 关键还是用单手 严小溪被震惊到无法言语 瞪大双眼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她还在惊讶于我单手盲打九宫格 手机屏幕已经递到她面前 定睛一瞧上面留有一段话 同学 刚刚你玩手机的样子 很容易被老师给胆到 玩手机切记别低头 跑通顺的一句话 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出错 见识过单手盲打九宫格 再看着上面这个内容 严小溪心里是满满的佩服 同时还有一丝丝的感激 没想到同桌人还蛮好的 谢谢 没事的 其实我 还没等严小溪说完话 我猛地把手机拿了回去 顺便把她的手机也给拿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过于突然 突然到严小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嘘 班主任来了 什么意思 严小溪望向走廊边的窗户 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影 正当她要发出疑问的时候 忽然间一道身影窜了出来 正是领自己过来的班主任田老师 不会吧 班主任真的来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 太诡异了 还没等严小溪弄懂眼下发生的事 我就被班主任给叫了出去 直觉告诉严小溪 这个男生的身上有故事 今天来的这位转校生 他可不是一般般的人 你千万别在他的面前搞妖娃子 田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一定要记住老师的话 千万千万别在他面前搞任何的妖娃子 我点头认真的回答道 田老师放心 虽然我成绩不行 但我是个老实人 好 有你这句老实放心了 田老师欣慰地笑了笑 严小溪同学的成绩很好 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可以直接去问她 她比所有老师还要厉害 你大胆问就行了 我对此根本没放在心上 只想快乐地摸鱼赞积分去抽奖 同学刚刚班主任找你干什么 见我回到座位上 严小溪压低声线询问 然而我对着她做出静音的手势 然后把手机还给了她 指了指自己桌上的课本 便没有再去理她了 一时间严小溪内心无比的羞愧 她为打扰了别人学习 而感到十分的自作 在如此上进的同桌影响下 身为超级学霸的严小溪 忽然间涌起对学习的渴望 她拿出一本线性代数的教材 认真的翻阅着 时不时还在纸上勾勾画画 这是我看似认真听课 其实思绪早就飞到了外面 尽管也达到摸鱼的标准 但摸鱼积分增加的数值太少 远远不及睡觉和玩手机来得多 但现在就拿出手机又过于危险 毕竟自己刚从外面回来 老师和同学们对自己的印象尚未消散 所以现在就要等 等到他们对自己的印象完全消散 根据以往的经验 再过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沉浸在自学海洋中的严小溪 默默放下手中的黑笔 她已经巩固完矩阵中 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内容 随后便坐在那静静地发着呆 直至她注意到身边的同桌 逆思不苟地坐在那 抬头认真听着台上老师在宰客 但是双手垂在桌下 捧着一部智能手机 当严小溪看到游戏画面中 不断跳出的击杀提示 她的脑子温柔作响 CPU都快干冒烟了 什么情况 她不是让我别影响她学习吗 怎么突然在上课期间玩起了游戏 等一下 她明明抬头看着黑盘 但为什么双手能够灵活操作游戏中的人 并且还能完成武杀这种惊天害俗的套族 此时严小溪偷偷看着身边的同桌 在超神的路上各种狂飙 顿时她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随即看到我和对手开启了家人保卫站 在聊天宫廷上各种的激情互喷 那打字的速度快到手指都出现了残疑 居然还把对面给吞下线了 接下来便是意料之中的画面 我击溃了对方的水晶拿到胜利 然后账号因为违规发言遭到封禁出路 严小溪眉宇间流露出一丝暗手 同时内心也是无比的震撼 没想到小小的深海一中 竟然还藏着一位卧龙 随着铃声响起数学课到这里结束 学习委员 等下把昨天布置的作业都交到我办公室 台上的数学老师开口道 好的猪老师 听着耳边熟悉的声音 严小溪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眼神中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她还是学习委员 严小溪感觉整个世界观都在崩塌 一个在上课期间中玩游戏 还和别人在聊天公平中对拍 把别人直接碰下线了 就这样的学生她居然是学习委员 难道她和自己一样也是个学霸 否则如何解释这种离谱的事情 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中的更加离谱 从几位女生的口中 打听到关于我的一些事情 严小溪的三观瞬间塌陷了 我不但不是学霸 相反成绩在班级里是倒数的 不过人员和口碑却很不错 而且上课认真听讲 作业都按时完成 至于学习委员这个班级职务 由班主任直接指派我担任 理由很简单 这样成绩的学生都能做到认真上课 别人就更加没有理由不好好上课 不会吧 为什么我看到的情况和他们完全相反 他哪里上课认真了 此刻的严小溪脑壳有点 想破脑袋都没能想明白 就在这个时候我回到教室 班级最后一排的两位男生急匆匆向我走 惶恐不安中盖着一丝丝的期待 三人简单交流了一番 那两位男生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 同时眉宇间流露出一丝对父亲的感激 严小溪从头到尾都看待眼里 她知道一次罪恶的交易完成了 肯定是这两个学生没有完成作业 身为学习委员的我替他们躲过这次悲剧 蛀虫真是无孔不入啊 关键他还担任着要职危害性更加大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拿出一包干脆面 一边吃一边透过窗户看操场上学生打篮球 脑海中思考着是抽奖还是直接兑换技能 在摸一节课大概就能够抽走 我打开了面板 默默瞅着自己的个人信息 姓名陈小坤 智力94 普通人 体力61 寒疾人 敏捷82 普通人 学霸技能无 辅助技能神经感知 LV1 提升对周边的感知 70B LV2 提升爽速 墨鱼积分4900 但话又说回来天天在学校里摸摸摸 这个积分加得太少了 看来周末要去找个兼职了 最好是在黑心老板的手底下当务 抓到墨鱼就扣一天工资的那种 毕竟风浪越大鱼越贵 那个 同学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身旁的颜小溪轻声说道 你是怎么做到眼睛不看手机 还能拿到五杀的 严小溪一脸的好奇 眼神中充满着求知的渴望 我微微一笑 怎么 你想学 严小溪犹豫了骗许 老老实实点了顶头 小声嘀咕道 有 有一点点想学 你能不能教教我 主要教怎么五杀就行 可以啊 你把号借给我 看我怎么五杀超神 听到要把账号借给我完 严小溪顿时提高了警惕 毕竟她是亲眼见到过 我是怎么被封号的 算了我不想学了 严小溪扁了扁嘴 而在随后的英语课中 严小溪偷偷观察着身边的卧龙 那聚精会神的模样 一丝不苟的态度 不知道的人以为她是个好学生 打麻将斗地主 甚至还偷吃干脆面 总之和学习有关的事情 她是一样都不干 更加可气的是 她居然还是学习委员 恭喜获得古文技能 古文 LVE 提升古文水平 上完英语课我果断去抽奖了 然后抽中了古文技能 尽管这个技能不是很符合我的心命 但好歹也算是学霸技能 此刻大量古文的知识涌入了脑壳 本来严小溪并不想做卷子 但考虑到自己刚转进这个班级 直接就罢考的话多少有些另类 无奈之下便提起笔开始做这张卷子 当然她没有忘记观察我这个卧龙 我靠 她怎么写那么快 严小溪本以为自己很快 没想到身边的同桌更快 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是乱写的 只有关于古文方面的内容 似乎都是正确的答案 当我看到作文文体无限 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中喷一 要不我失忆试用文言文写字 本来有些懒散的言识戏 用文言文写作难度有点高 尤其是拼凑起来的文言文 或者文言文掌握不到我 识词虚词有明显错误 很容易被归纳为低档次作文 而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一篇文言文的写作 要么乱写要么对古文了解颇深 严小溪的直觉告诉她 自己身旁的这位卧龙同桌 大概率是在乱写 毕竟连课都不好好上的人 能写出什么样的好文章 仔细阅读了作文的题目 严小溪提笔准备写作文 眼角的余光情不自禁贴向我 然后她也开始用文言文写作 第一次拿到学霸技能 这种感觉让我有些上瘾 那种面对古诗词的题目时候 脑海中全是呼之欲出的正确答案 心情别提多么的愉悦了 想到这我浑身都充满干净 随后抬头看了眼时钟 这才过去半堂课的时间 睡一觉把攒点墨鱼积分 当严小溪写完作文后 整个人都松了口气 高强度的精神集中下 让她产生了些许的疲倦 文言文写作真的好累 每个字都需要反复斟酌 早知道就正常写了 严小溪深吸口气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然后眼睛的余光朝着身边瞅去 下一秒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她这是睡着了吗 她第一次遇到坐着都能睡觉的 就在严小溪偷偷观察着我 内心深处不停吐槽之际 我居然醒了 两条腿开始微微抖动起来 同时握着黑笔的那只手 在试卷上奋笔即书 但笔头似乎没有出没 主打一个陪伴 严小溪惊呆了 前一秒的同桌还在呼呼大睡 下一秒却在认真考试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严小溪急忙抬头望去 果不其然 本来坐在讲台前的老师 此时此刻正在教室里寻查 这简直也太匪夷所思了 她明明是双眼紧闭 可为什么还能知道外界的动态 严小溪注意到 我有几根头发翘起来 莫非这就是接受外界信号的天线 二次元的呆毛 被搬进了现实的世界 随着考试的结束 班级里的学生们纷纷跑向食堂 尽管学校严禁学生点外卖 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拿到外卖用衣服包好回到教室 然后就看到严小溪一个人坐在角落 一边翻着书一边喝着牛奶 那样子还蛮可怜的 严小溪看着我满脸 学校能吃外卖吗 不能但可以河通摸摸吃 严小溪顿时一阵的无语 违法校规的事情 她是渐渐都不落下 你没吃午饭吗 我看了眼身边的严小溪 把炸鸡盒往他边上推了推 给你吃点 谢谢我不吃 严小溪敏了名字 对卧龙同桌的感官 从最低谱又加了一份 仔细想想他人也蛮好 对人挺友善的 能够拥有这样的同桌 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突然我把炸鸡盒 推到了严小溪的面前 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抽了张纸钉踏了下嘴 紧接着翻开一本英语书 嘴里轻轻念叨假装背书 什么情况 此时的严小溪满脸猛圈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严小溪同学 你怎么在吃外卖 严小溪寻着声音望去 就看到班主任站在教室门口 正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 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渴望 这位转校生学霸气到握紧拳头 后槽牙都快被他咬碎了 先前还觉得他人挺好的 结果没想到转头 就把自己当作剃罪羊 还装 你可装的真相啊 看我等下怎么揭开你虚伪的面具 班主任已经走过来 脸上满是忧虑的表情 大领导的女儿不去食堂吃饭 反而躲在班级里吃外卖 这里面容易造成说不清的误会啊 万一大领导觉得学校的饭菜很差 自己有着无法开脱的责任 老师 其实这外卖 没等严小溪把话说完我直接打断他 田老师 明千万不要误会 其实这外卖是我点的 严小溪突然愣住了 眉宇间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他 他拿我当作了替罪羊 可为什么突然又把对状懒到自己的身上 难道是他的良心发现了 班主任疑惑地看着我 我看了严猛逼的同桌认真道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看严小溪同学没去吃午饭 然后我问他 他又不告诉原因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犯搭子 毕竟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然后我就帮他点了份外卖 不管怎么样这肚子可不能饿着 我受到这羞愧的低下脑袋 田老师 不好意思 让您失望了 我身为班级的学习委员 我违反了学校的规定 你瞪瞪他 严小溪被卧龙同桌的这番骚操作给秀骂了 虽然他隐约间猜到事情可能会出现班主 可怎么都没有想到原本还是很被动的吧 一句话就占到了道德的至高等 班主任田老师听完我的这番描述 心里那是暗暗的窃喜 把严小溪同学安排在陈小坤的身边 这个决定简直太正确太英明了 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同学 所以情有可原吧 而且老师也有责任 忘记严小溪同学是第一天到校 田老师冲着严小溪说道 严小溪同学 老师带你去吃饭 顺便帮你办一张饭卡 不是 严小溪刚开口又被我打断了 去吧去吧 咱们学校食堂的饭菜还不错 味道不比外卖差 而且比外卖安全 田老师您快带着他去吧 至于这外卖等下我帮忙处理了 你吃过了吗 班主任问我 我摇了摇头一本正经的回答道 现在食堂人太多了 我先看回英语背几个单词 等人少了再过去 毕竟您讲过要利用一切时间去学习 班主任顿时露出欣慰的笑容 然后带着愤愤不平的严小溪去食堂了 离开教室前 严小溪回头看了我一眼 愤怒填充了整个眼光 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把我这丑陋的面目 暴露在正义的阳光下 严小溪同学 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班的学习氛围 是不是特别的浓郁 带着严小溪前往食堂 班主任笑着说道 尤其是你的同桌 虽然陈小坤成绩不好 但她学习特别认真 而且为人也很善良 听到班主任的话 严小溪都快崩溃了 脑子里嗡嗡作响 学习认真 为人善良 这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同时在办公楼的三层 高三宇文祖办公室内 张老师一边批改着视觉 一边和办公室里的同事聊天 听说来了位超级学霸 叫什么严小溪 对对对 人家可是被清北提前保送了 但她执意参加高考 想想也没什么问题 拿个高考状了 给人生的履历增添一笔萌默的色彩 你不是上午在二班 进行了随堂测试吗 快 快看看严小溪的卷子 办公室所有同事围住了张老师 在强烈的要求下 张老师找到严小溪的卷子 然后一群人在那里批改 与其说是一起批改 不如讲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但即便如此 抛开作文的60分 单单前面就拿到了87分 太强了 这还是吹毛求疵的节目 要是稍微松一点 这前面的90分就全拿了 学霸就是学霸 我算是彻底服了 好了好了 咱们看看作文 当张老师将卷子翻面 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居然用文言文进行起床 短暂的震惊过后 大家开始认真阅读起 时不时还因为某些自觉 进行各种激烈的讨论 经过大家的反复斟酌和商讨 最终给出了58分的成绩 这已经是绝对的高分 就在老师们回味那篇 惊世骇俗的文言文 某位老师随手拿起一张卷子 翻到了作文的那一面 下一秒这位老师 仿佛受到电击一半 整个人处在半吃半呆的状态中 卧槽还有高手 在场同事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他 彼此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好奇和迷茫 这篇作文也是用文言文写的 当办公室里的老师们 听到他的这番话 瞬间面露错愕 以及难以置信的表情 急忙将他给围住 各自探头想一跃真相 其中最着急的就是张老师 毕竟他是负责二班的语文课 仅仅过去几分钟 这些优秀的老师们 各个面露为难 相比于严小溪那篇文言文的简单一点 眼下这篇却是文字简傲又急去熬牙 甚至有些词句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究竟是我的问题 还是学生的问题 我居然有点看不懂 这究竟是谁写的 竟然能拥有这样的文学素养 所有人都对这位学生充满好奇 而随着这位学生的名字公布在面前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猛圈了 尤其是张老师此刻的他脑子嗡嗡坐下 甚至有些怀疑人生 陈 陈小坤 张老师夺过那张卷子 凑近仔细瞧了瞧的确是我的卷子 他已经彻底迷茫了 虽然我上课挺认真作业也都及时上交 但成绩就是提不上去 结果突然写出一天难度超高的文言文 文学素养甚至超过严小溪这个学霸 这根本就是匪夷所思啊 我记得他不是全年段倒数的吗 上次月考他是倒数地底 语文就考了50多分 怎么突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文言文 难道他是作弊的 作弊的前提是会作弊 陈小坤这样的情况翻书找答案都困难 再说这是语文考试还是作文这款 我看绝不可能是抄的 莫非他是文学天才 以前都是装弱智白痴 但严小溪的转学激起他对文学的渴望 让他不装了摊牌了 不不不 他的分事装不出来 张老师犹豫在三道 既然大家都有点怀疑 要不让陈小坤把这篇文言文中的注释写出来 瞬间在场所有人都点头认同 此时班上几个女生在围着严小溪 天呐 严小溪 我们才知道你居然是超级学霸 你都被青北给保送了 怎么还来读书 班长好奇地问 严小溪一脸微笑地回答 我觉得没有读过高三这段经历 人生有些不完美 所以就拒绝了那些高校的保送 好厉害 我敢打赌今年的高考状元肯定是你 班长既羡慕又崇拜 我要是能够达到你一半的高度 哪怕是十分之一做梦都能够笑醒 陈小坤是什么情况 严小溪趁机向班长顾洛打通我的秘密 他当学习委员 你们真的没意见吗 顾洛看了我一眼轻生细雨光 这能有什么意见 他为人挺好的而且也很帅 隔壁三班的班长一直都喜欢他 但陈小坤似乎对别人没什么想法 对他爱答不理的样子 他跟帅有关系吗 倒是和见分不开 严小溪抿了名嘴没有再继续多问 当那几位女生离开后 严小溪便拿起线性概述的教材 继续巩固自己的知识 但严角的余光总是会莫名其妙 看向身边的卧物 心里不禁嘀咕道 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他很好 难道是我的问题 这时张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 严小溪 陈小坤 你们俩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严小溪愣了下默默站起身 我也浑浑噩噩噩跟了上去 严小溪同学 你的那篇文言文 我们宇文祖的老师们都看过了 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张老师对严小溪说道 不妨告诉你 你作文得了58分 总分是145分 严小溪并没有感到意外 这只是常规操作而已 不过比较好奇的是 叫自己过去做什么 另外身边的卧龙又是什么情况 来到语文祖办公室的门前 张老师对我叮嘱道 你先在办公室外面等一下 我让你进来你再进 随后严小溪跟着张老师走进了办公室 严小溪同学 这篇是陈小坤写的作文 我们这些老师有点看不懂 你瞅一瞅你能看懂吗 张老师把卷子递给他认真到 严小溪翻到作文的那一面 只是过去半分钟眉宇间 就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真是他写的吗 严小溪最清楚 在那场语文考试的时候 身边的卧龙同桌都在干什么 仅仅半堂课的时间 就把整张卷子给做完了 当时以为他是在乱写 但现实狠狠打了一记耳光 好像比自己的那篇更好 虽然自己的那篇简单易懂 但不可否认整篇文章的流畅程度 卧龙同桌比自己更完美 关键他在文中用了许多的生辟 而这些生辟字 丝毫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整体性 为什么会这样 他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 此时此刻的严小溪又岂有无奈 核心里的双重打击 让他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 此时围在他身边的那些老师们 看着这位超级学霸 震惊中带着一丝不甘和无奈 他们知道我这篇文言文 得到严小溪的认可 严小溪同学 你觉得这篇文章怎么样 张老师迫切地询问 如果我的文章得到58分 那么这篇文章可以得到58分 其实还能得到更高的分数 但作文的分数只能到60 尽管他和我不对付 但严小溪依旧给出一个重课的评价 一时间办公室里纷纷议论起来 大家都在讨论我是怎么写出这篇文章的 咱们先别猜了 我们让陈小坤进来 其中一位宇文老师说道 让他把文章中的注释写出来就清楚 随即张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 并说明情况 我看了看在场的所有老师 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随即点头道 那请张老师给我一支笔和三张稿纸 于是在所有老师的注释下 我开始在白纸上提笔书写 夜明 为月亮 礼记 记法 夜明 记月眼 浓 花木繁琐的模样 诗经 赵南 何彼农乙 何彼农乙 华如桃里 树 雨水滋润 桃之夭夭 灼着气滑 桃树繁茂 桃花灿烂 诗经 国风 周南 桃腰 桃之夭夭 灼着气滑 周围的老师疯狂翻着字典和词典 然而我书写的速度极快 这些老师们根本就追不上我的速度 字典和词典都快翻冒烟了 严小溪看着白纸上的注释 脸色都快轻了 古文的造诣如此之高 为什么我从来不表现出来 天才 这是天才啊 去年的世纪大赛如果有他在的话 那妥妥全是第一名啊 高三宇文组的老师们震惊感慨之际 张老师看着三张写满注释的白纸 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脸 谁能想到平日里不起眼的陈小坤 背地里却是一位在古文颇有造诣的天才 喂 陈小坤 等一下 严小溪突然紧咬着嘴唇认真道 虽然你在古文方面超越了我 但是你别得意了 给我一段时间我肯定会反抄你 我一脸猛圈 这是受到刺激了 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如何墨鱼才是重点 下午一二两节是班主任的音乐课 我依旧和往常一样 看似端坐着认真听课的样子 实际上偷偷在玩着王者荣耀 递到一个小朋友 严小溪看我又在玩游戏 突然间好像有些习惯了 她盯了我一堂课的时间 我总共开了三把游戏每把都是C 一路平推过去 我的反应总是特别快 似乎能够提前预知危险 那灵活的走位 那技能的释放 把严小溪都给看缠了 好厉害 好想让她帮我打两把 最后两把的不结局 只要赢就能到黄金段位了 这是一位男生突然找到我 偷偷摸摸从怀里拿出一个充电宝 同时递给我二十块钱 陈小坤晚上帮我充满 顺便明早帮我带一份早饭 里面裹两根里脊肉 然后再加点肉红 说话间她又塞给我一张试块 没问题 我收到钱后 从桌里拿出一个小本子 快速记好这位同学的早饭配置 严小溪看在眼里 震惊在心里 这家伙不仅是社会上的著者 还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吸血鬼 居然在班级里做起了生意 就在她胡思乱想之际 我打开了自己的书包 里面放满了各种型号的充电宝 当严小溪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要裂开了 粗略估计里面有二十个充电宝 根据一个二十块钱的价格计算 她居然靠给同学们的充电宝充电 就有一天四百的收入 更别提帮同学们买早饭的额外收入 故意会又有位男生找上门 递给我两个充电宝 陈小坤 帮忙充充满呗 位置已经满了 我建议你明天给我 如果你急的话 那样每个充电宝多数十块 我一脸为难道 你是不知道上个月我家的电宝多报 没办法只能推出新的政策 我总不能亏本吧 那位男生犹豫许久 忍痛给了我六十 我笑着把那两个充电宝塞进书包里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走毒生 不该我走上了这条康庄大道 我忽然想到什么抬头问小童中 你是走毒还是技术 她淡然的回走 那我给你二十块 帮我充两个充电宝 我压低声线小心翼板 听到这个价格言小夕差点气笑 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你当我没听到价格吗 明明三十块钱充一本 到我手里就只有十块钱 那二十块钱你打算自己不吞 中间商要赚差价吗 我笑了笑语中心肠地头 问我要一份别人写好的作业 我微微一笑随手递给她一本 顺便叮嘱道别全抄 放心 哥们我懂 那位男生拍了拍胸骨 快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此时的严小夕快看不下去了 她不仅自己不学习 还拉着别人不学习 正当她要开口之际 又有一位戴着眼镜的男生走过来 蹲在我身边小声说着话 听完我摇了摇头 不行 自己去写 被拒绝的男生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严小夕看着那位男生的背影 不由皱起眉头冲我怒道 你为什么不给她 因为她家穷 我一边吃着干脆面一边轻描淡写道 之前那个男生你为什么给她 严小夕认真的质问 因为她家父 一时间严小夕的脸都黑了 她没想到同桌会因为对方的家庭情况 从而区别对待自己的同学 李胜峰家里开公司的 他是个富二代 所以不需要为自己的将来考虑 反正家里很有钱 但徐斌不是富二代 相反家里很贫困 他爸的腿脚有点问题 他妈似乎身体很虚弱 经常要吃各种的药 说到这我把袋中的干脆面碎渣 通通倒进自己嘴里 所以对徐斌来说高考是他唯一途径 听完我的这番解释 严小夕猛的恍然大悟 其实卧龙同桌并非看不起别人 相反他是在帮那位家庭贫困的学生 正如卧龙同桌所说的那样 高考是徐斌成功的唯一途径 只有好好读书 考上好的大学 才能对得起辛苦的父母 才能对得起父母的付出 理解了我的做法后 严小夕又偷偷看向我 他忽然间从我身上看到光 觉得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人 尽管他是班级里的蛀虫 一个吃人不徒苦头的资本家 但同时又是个非常善良的好人 看着我干什么 被逮到现行的严小夕有些不知所措 谁在看你了 你有什么好看的 我是在看外面的操场 跟你有什么关系 自作多情 这都急眼了还说没在看我 这位小同桌不会喜欢上自己了吧 陈小坤 你这样帮助徐斌 但徐斌未必会理解你的做法 相反他可能会记恨上 严小夕一边翻着书本 一边轻声细语道 我觉得你最好让他知道你的想法 这样能够解除误会 而且也能让他更加刻苦用功 我耸了耸间拿出一包巧的力 拆开一键送到嘴里 他刻苦不刻苦用功不用功 关我什么事情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至于他是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 可无缘无故被人误解 你不觉得很难受吗 被人误解不是很正常吗 不用说被别人给误解 有时候自己都会误解自己的想法 比如你以为自己能够单杀对面 然后被对面给反杀了 你以为草丛里没有盖伦 然后盖伦就从草丛里冲了出来 严小夕愣了下默默的点头 的确有时候被人给误会 就不用再去解释了 既然对方选择不相信你 即便解释清楚 也无法得到对方的幸运 你倒是误得很快吗 我递给他一件巧克力 是吗 严小夕翻了翻白眼 但还是接受我递来的巧克力 拆开包装缓缓缓地送到嘴里 既然你吃了我的巧克力 那你帮我充两个充电宝吧 下一秒严小夕转过身子 把嘴里的巧克力给吐 严小夕恶狠狠地瞪着人 该死的臭男人 你这辈子都得不到我的原谅 严小夕都快气炸了 这家伙简直是套路满满 稍有不慎就会掉进他的陷阱 高三的晚自习 基本上都是上课或者考试 此时化学老师在台上讲到飞起 而我在台下正在单排吃鸡 严小夕偷偷看着我 见我枪枪抱头 心里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开挂 就在这时 化学老师突然发现什么 黑着脸冲下讲台 严小夕顿时一惊 急忙用胳膊肘撞下我 老师来了 说完心里成蹲成蹲的后悔 严小夕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 明明恨不得想把她给举报 结果却成为了放松报信的 没事 不是来抓我的 我把手机夹在两腿中间 端正地坐在那里 同时小声感激道 谢谢你 严小夕无动于衷 相反悔恨到无地自容 你什么成绩不知道啊 不好好听课 还偷偷摸摸玩手机 你当我眼睛瞎的吗 化学老师站在某位学生边上 黑着脸对她怒吃到 人家陈小坤成绩虽然比你差 但她上课一直都很认真 我从来就没怪过她 但是你呢 你什么态度 说话间我的腰杆子又直了些 严小夕看着化学老师又瞅了瞅我 脑壳有点明影作痛 随后化学老师把那位学生的手机给没收了 很快第一节化学课结束 我起身朝着化学老师走去 两人在讲台上有说有笑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严小夕有点目瞪口呆 就只见化学老师把没收上来的手机 居然又交给了我 然后我走出了教室 那位被没收手机的同学 也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 严小夕见状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她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义父 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 那位同学拿回了自己的手机 此刻她紧紧握着我的手 脸上满是感激的表情 我说你稍微注意点呀 你也不看看自己坐在哪 这不是给化学老师上演样吗 我没好气到 行了手机帮你拿回来了 但如果发生第二次这样的事 我可不会再帮你了 是是是 义父请放心 我一定听话 对了 我压低声线小声的询问 我听说你想要举报我 说我在班级里面敛财 谣言绝对的谣言 那位同学急忙摇头 我不是这种人 我姓陈小坤 我吓了一跳 发现严小夕站在角落 正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 我都听到了 她没好气到 其实没什么 我不背不亢地道 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总需要有人来缝缝咕咕咕 听到卧龙同桌的这番话 严小夕的太阳穴秃突直跳 她本来就怀疑这里面有事情 没想竟然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她究竟是来读书的 还是来混社会的 我没大理她回到了座位上 拆开一块巧克力送到嘴里 然后坐在那发呆 姓陵陈小坤 智力94 普通人 体力61 残疾人 领结82 普通人 学霸技能 鼓闻 LV1提高鼓门水 辅助技能 神经感知 LV1提升对桌边的感知 70B LV2提升手速 墨鱼积分200 完全不够啊 就照着这样的速度摸下去 想要凑齐所有的基础学霸技能 估计还要再等一年左右 可是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看来兼职已经是刻不容缓 而且必须找到那种墨鱼就被砍的工作 晚上下课我拎着全班二十几个充电房 漫步离开了教室 严小夕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看着我吃力的拎着一个书包 内心有一丝丝暗爽 当她走出校门口 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路 默默朝着走去 突然一辆飞驰的电停车从身边闪过 严小夕看清楚了是谁 班级里的大助手 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 自己的那个卧龙铜桌陈小坤 骑那么快也不怕出车祸 严小夕在心里暗暗吐槽 结果下一个红绿灯的路口 严小夕就看到我被一位交警叔叔给截下了 活该 严小夕勾起嘴角心里一阵愉悦 一日的清晨 严小夕来到班级里 然后就看到我在分发早饭 接着开始分寸电脑 严小夕看在眼里无语的心里 她是真够忙的 又见我拿起一本书朝着讲台走去 严小夕坐在下面 看到我拿起一只笨 在黑板上写了努力努力努力三 瞬间脑壳又开始隐隐作痛 大家都静一静 现在开始早饭 我坐在讲台前 认真地冲着同学们说道 下一秒背单词的背单词 背鼓师的背鼓师 抄作业的抄作业 偷吃早饭的偷吃早饭 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 严小夕一直盯着我 看我像是发呆 从坐下到现在就没翻过书 那炯炯有神的双眼 却像在看有趣的内容 太诡异了 冷静分析严小夕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 这本书肯定有问题 等她回来 我必须要检查一下 果然早读刚结束我的书 就被严小夕抢了 下一秒这位超级学霸傻眼了 书页的中间都已经被漏空了 正好放着一部手机 屏幕中显示一本小说的内容 严小夕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坐在讲台上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正大光明在看小说 我拿回书本 瞥了眼身旁的严小夕 墨鱼是一门学问 不仅需要创新的技术和手段 更加需要一颗波澜不惊的强大心脏 小姑娘好好学吧 严小夕气得发动 真是一条大蛛虫 有她在的班级未来还怎么进来 如果你把研究歪门邪道的时间 通通都放在学习上面的话 我想你的成绩应该很好 陈小坤同学你试试看吧 我陷入了沉默 坐在那一言不发 严小夕以为自己的话 触及到了我的灵魂 正为此开心之际 突然传来我的声音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你扣门的 我好心好意劝你学习 结果你却告诉我别多管闲事 严小夕都快气炸了 不过仔细想想我倒也没说错 毕竟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但明明这些道理他都懂 可为什么就不愿意去做了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 严小夕拿出一本古文著记 开始学习古文方面的内容 自从昨天被我在文言文领域给击败后 他发誓要拿回第一的宝座 当然偷偷观察身边的同桌 也是严小夕的日常之一 此时我正在刷视频 不过视频内容让严小夕很迷茫 曾经他一度认为男生刷短视频 内容无非就是各种美女 不管是清纯的还是成熟的 但是为什么是 断刀洗地毯 叶压鸡修牛体子 他就看这些吗 就在这时我悄悄递来一颗糖 吃吗 谢谢 严小夕接过递来的糖 拆开包装正准备送到嘴里 猛的想到什么急忙道 别想让我帮你什么 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 我一脸奇怪的看着他 眼神中满是对智障的关爱 然而下一秒我的眼神变得无比增进 好家伙 你这吃的也太正大光明了吧 果然是出生牛毒不怕我 此刻严小夕嘴里含着一颗薄荷糖 认真翻阅着古文注解 这题难度很高 高考几乎不会考 当然难度高也并非没有人能够做出来 严小夕同学 麻烦你帮同学们讲解一下 数学老师突然叫到严小夕的名字 把偷偷吃糖的他给吓坏了 但更倒霉的是班上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嘴里的糖吐不掉了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严小夕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把糖给咽了下去 随后缓缓站起身子 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解题思路 完全正确 严小夕同学坐下吧 你自己忙你的事情吧 坐回椅子上的严小夕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欲哭无泪 这就是上课偷吃零食的代价 还要吗 当严小夕痛苦又傲苦的时候 我又递来一颗薄荷糖 看着这颗糖又看了看我 严小夕心里那个气啊 她摇摇头不断拒绝了这颗罪恶的糖 时间来到中午 严小夕和她的几个饭搭子去食堂了 至于我自然是吃外卖 怎么感觉有点危险 我即将走到取外卖的地方 直觉告诉我前面特别的危险 虽然站着乌泱泱一片学生 但心里却是愈发的慌张 有问题 不行不行 还是等等看看 我躲在一个角落暗中观察 就在这时教导主任 带着几位老师和一群学生会 猛的就杀了过去 把那群取外卖的学生们给一网打尽 我悄悄地溜走去了食堂 然后找了个鸡脚嘎啦的位置开始吃饭 我一边吃一边搜索如何才能拿到诺贝尔奖 自从激活这个系统后 我基本确认了自己的未来道路 那就是成为像前老一样的科学家 搜索结果出来了 其中评论最多的确实 如果我拿到诺贝尔奖能不能专身的 只要够牛逼够惊世害福 就能够拿到诺贼 我也知道牛逼就能拿 可问题是怎么才能牛逼 吃过午饭我便回到了班级 一般高一高二中午都是休息的时间 但是到高三午休就变成了所谓的自习 我一边吃着果冻 一边玩着紧张刺激的斗地 在快乐人生的道路上越跑越快 身边的严小夕在古文方面努力挣扎 头好晕了 要不就算了吧 反正语文成绩只要保持140分以上就行 也没必要为那一两分浪费自己的时间 严小夕偷偷瞅了眼身边的卧龙 看着我不学无数的样子 最终学霸经过权衡利弊后 选择和现实妥协 她实在不想看古文啊 有这个时间不如研究微积分 陈小坤 我能不能问你的问题 严小夕悄悄问道 我瞥了眼身边的学霸 讲呗 都是同学 不过涉及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 我是不会回答的 放心 我对你的个人隐私没兴趣 严小夕翻了翻白眼 你为什么对古文有那么深的道理 大概这叫做天赋吧 似乎也只能这样理解 严小夕没有继续和我说话 拿出一本数学方面的教材 此时她就像是一条快乐的鱼儿 在无尽的知识海洋中 尽情畅游着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 很快迎来下午的第一节课 正是张老师的语文课 下面分发试卷 报道名字的来临走自己的卷子 临送129 顾落135 钟灵涛82 钟灵涛你怎么回事 这样的分数也考出来了 脑子有没有 严小夕145 全班低 我静静地看着这个有些傲娇的女生 面无表情地拿走自己的视觉 对她来说 全班第一好像很简单 没想到她只是略微出手 就是这个班级所有人的极限 牛V啊 我真心赞美 随便考考而已 严小夕平时从来不装逼 但她决定给我一点学霸的震撼 只可惜我并没有感觉 陈小坤91 张老师话音一落 全班度由一阵惊呼 常年倒数第一的陈小坤 这次居然考及格了 应该是抄的吧 毕竟身边坐着严小夕 你们肯定怀疑陈小坤是抄的吧 但是我一点都不怀疑 因为她的作文是满分 作文成绩全班低 而且是宇文祖所有老师一致认为的满分 差那间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全球温室效应又加重了 满 满分 她的作文竟然是满分 迷茫好奇困惑出现在所有人的脸上 我来读一读陈小坤的这篇作文 提示一下她是用文言文写的 可能你们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张老师拿着我的卷子 站在讲台前念着那篇作文 当念完第一句 大部分人都败下证 只有少数成绩好的还在苦苦支撑 但念完第一段这些成绩好的也都没了 就剩下严小溪一边生着闷气 一边听着那篇文言文 严小溪耳边再次传来我的声音 其实我只是随便写写而已 好气啊 居然被她撞到了 学霸的震撼她是一点都没受到影响 反而来自学渣的笔试把自己击得粉碎 严小溪心里尽管狠气 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她已经放弃在古文方面超越同桌的打算 我教了那么多年的语文 第一次有学生能写出如此惊艳的文章 张老师感慨道 包括我以及宇文祖的所有老师 都写不出这样的文言文 不过文言文拿到作文满分的情况 在高考中特别的少见 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位学生做到了 张老师严肃的叮嘱呢 而且当时那位学生也很侥幸 文言文写作但凡出现一丝的插齿 有可能会出现跑题的情况 直接背叛零分作文 随后我把自己的卷子给领走了 也享受到和严小溪同等的待遇 被所有同学注视着 严小溪看着自己五十八的作物 又瞅了瞅隔壁满分的作物 羞愧的同时脸上更是燥热 关键还被她嘲讽了一波 吃薯片吗 这是我递来一包原威乐式薯片 会发出声音的 严小溪没好气地提醒她 把她喊话 你看我拿着一片薯片 轻轻地捏在手心里 随后不经意间的一个挠痒动作 手心里的薯片居然不见了 我的嘴没动 但几秒后喉咙动了 似乎是个吞咽的动物 严小溪都看待了 以前她觉得有些荒谬 杀笔是个人行为 怎么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但此时此刻她很确信 杀笔真的会传染了 虽然严小溪上课从来不听老师讲 可她一向遵守课堂纪律 然而仅仅和我坐了同桌两天 不仅上课吃糖 还想吃薯片 不行不行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就要成为凤厨了 我是一位学霸 一位有尊严有底线的学霸 我绝对不能做和学习无关的事 严小溪在心里不断告诫自己 渐渐的即将被突破的防线 在内心深处一声声的奈喊激励之下 重新开始巩固起来了 深深吸了口气 严小溪重新翻阅起 这本数学方面的交代 结果看着看着 严角的余光总是控制不住朝边上走 紧接着她看到更加无语的阴谋 这这家伙到底是来学习的 还是来度假的 吃着水片 喝着可乐 玩着游戏 求求你学习吧 我快受不了了 严小溪很想把我举报 但她知道举报对我丝毫不起任何东西 就我在班级里的威望 就我在老师们眼里的心上 那简直比看天大树还要高通 算了眼不见为尽 随着铃声的响起 第一节语文课算是结束了 我从摸鱼中回过神 丑了丑身边认真看书的红桌 严小溪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讲诞仅限学习 严小溪一边翻着书 一边面无表情地道 打扰了 我乖乖闭上嘴 严小溪一激动 差点把书液给撕下来 瞥了瞥我淡淡地说道 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如果确定自己的道路是科研 那么大学期间 什么竞赛纯属是浪费时间 我认真问道 严小溪不由问住 满脸错愕地看着我 仿佛在看一个精神病人 由于许久开口道 可理规划大于盲目努力 如果一位想要进入 科研领域的学生 把时间浪费在 什么大学生数学竞赛 数学建模竞赛 大学生物理竞赛 那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那些仅仅只能满足 自己的虚荣心 因为真正重要的是科研论文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逻辑 所谓的竞赛 就是你花时间去努力 最后给你一个奖项 而这个奖在科研领域中的作用等于零 但是论文就不一样了 只要你的论文还在 你的引用和附带荣誉 可以无限叠加上去 当然我说的是正儿八经的科研论文 严小溪淡然说道 你记住科研的唯一表现方式就是文章 文章是科研的基石 严小溪奇怪地看着我 你问这些干什么 这好像和你没关系吧 随便问我 我笑着回答道 你应该是打算做科研吧 我听你讲的妥妥是道的 我才不告诉你 严小溪撇了撇嘴 继续翻阅着手上的书 什么情况 她怎么突然傲娇起来了 一天的时间过去 我拎着一书包的充电簿 骑上小电驴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还是那个路口 还是那位交警叔叔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同样的罚款金融 我回到家以驯为不吉言而知识洗完澡 打开电脑登录游戏账号 打开语音软件 打开变声器 从此便走上了打团本滑水的道路 然而滑水一旦被抓也很重 轻则罚游戏必重则踢出团队 最终我挽起了女后 而且还是女孩子们最喜欢的牧师职业 为了消除别人的质疑 连变声器都用上了 当然良心也一度遭到钱 我几次动过要退出团队的想法 甚至有一次找到工会的会长 提出想要离开工会 结果对方死活不愿意 强行要把我给留下 在会长和团队成员们的眼泪 我就是一位甜甜的妹子 随着我的到来 团队中的男性都疯狂了 一个个灵儿妹妹叫着 紧接着送药水的送药水 送食物的送食物 请客间打团本田的物资需求就起了 这位是新来的强力坦克 以后跟我们团一起活动 团长对我介绍起那位新来的战士 我随口应声看了下昵称 小贼看见 很快所有成员都来到户屋 简单分配的任务就开始一路平推 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 轻松愉悦打着罐 至于我一边随便摁几个技能 一边刷着短视频 疯狂摸鱼滑水 摸鱼积分自然也是标准 就在这时我接收到私聊消息 小贼看见 别滑水了 你治疗倒数第一 灵儿有奶 接下来我倒是多问了几个技能 不过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随后团长开脉说话了 小贼看见 那个叫灵儿的血精灵牧师 他的手法不怎么样 你就别在意了 好好坦住小怪就行 我安排别的治疗加你 我没想到这位新来的战士 第一天就把自己的滑水行为告发 看来此人不能久留啊 经过两个小时的速推 很快就来到了尾王 前面嘻嘻哈哈无所谓 但手关Boss有点难度 团员们都打起了精神 唯独我浑浑噩噩噩不知所措 不到一分钟 我的游戏人物就死掉 倒霉的是我还把新来的战士给害死了 惯性团队的其他成员实力强劲 在连死两位成员的情况下 依旧用顽强的毅力把这个Boss打死了 灵儿妹妹没事的 下次再接再利吗 灵儿妹妹你居然有100万的治疗量 厉害呀 进步了 大家对我没有一丝责怪 而是各种安慰 反而新来的战士成了大家责怪的对象 一日的清晨 我带着充完店的充电宝和早饭来到教室 看到严小夕有些疲惫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怎么了 我贴心问道 严小夕敏了名字 昨天晚上打游戏 遇到一个神经病 被这个人给气到睡不着觉 原来是因为这个 快说说你的悲惨遭遇让我开心开心 严小夕翻了翻白眼 别拿我寻开心 我现在心情不好 突然又开口问道 你是不是在玩魔兽 我点点头 你也玩吗 严小夕硬了声 昨天晚上打副本被一个神经病给害死了 然后被人质疑我的手法有问题 是吗 好巧 昨天晚上我把人给害死了 我拿出一杯甜豆浆吸了几口悠悠说道 我们团队来了为新的战士 昨晚第一次跟团打副本 然后打到尾王的时候 我把新来的战士给害死了 听到这里严小夕浑身一哆嗦 眼神中竟显错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在哪个区 地区 哪个服务器 双语 联盟还是部落什么种族什么职业 血精灵牧师 叫什么名字 灵儿有奶 此时此刻严小夕眼里闪烁着怒呼 嘴唇气到发抖 胸口剧烈起伏已经愤怒到极致 原来就是你啊 真是冤家路窄啊 在游戏里都能碰到你 不过打副本时的滑水摸鱼行为 还真是和现实一个味道 等等 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记得灵儿有奶的那个牧师 明明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声音 怎么可能会是陈小昆在玩 你怎么了 我看着严小夕愤愤不平的模样的活动 我感觉你好像要吃人了 严小夕深深的吸口气强压怒 你根本不是灵儿有奶 灵儿有奶是一位女孩子 她声音挺甜美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一脸错愕的看着她 难道你和我一个服务器的 你也是双语的部落玩家 严小夕点了点头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真是缘分啊 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笑盈盈的说道 要不以后一起玩吧 我带你打副本 我跟你说我的装备可是全服最强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严小夕认真地质问道 我和灵儿有奶一起玩过 我听过她的声音 人家就是一个女孩子 你和我一起下过副本 你叫什么 严小夕白了我一眼 是我先问你的 你先告诉我 然后我再告诉你 什么叫做先来后到 你知道吗 我耸了耸肩 我真是灵儿有奶 如假包换的灵儿有奶 至于为什么我在语音里是个女孩子的声音 因为变声器把我声音变成女孩子的声音 严小夕听到这个结果 太阳穴突突之跳 情不自禁握紧拳头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游戏名了吧 对了 你玩什么职业的 我问道 严小夕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咬牙切齿地回答道 我就是小贼看见 你就是昨晚的那个战士 我顿时头皮发麻 怪不得她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变态 居然在游戏里当人妖 严小夕黑着脸怒不可接到 你当人妖也就算了 还在打副本的时候摸鱼滑水 甚至最后把我给害死 昨晚的那个仇我已经记住 你给我怎么的瞧吧 另外你要是敢怂恿团长把我踢了 我一定要和你拼命 我尴尬地笑了笑 刚才的确动了要把严小夕踢出去的想法 这个你放心吧 肯定不会把你踢掉 相反我会和团长讲多给你差点装备 不需要 我会用我的实力去拿装备 你为什么要当人妖 因为墨鱼滑水不会被踢 你真是个小天才 严小夕虽然猜到了原因 但从我嘴里听到她还是气笑的 你就不担心我把你装人妖的事给捅出去 严小夕又问道 我微微一笑 那你觉得他们相信的还是我 一时间严小夕哑口无言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小时候问道 晚上一起打本案 我在工会里找三个强力打手 然后我在后面各种逮捕 我才不去 到时候肯定各种逮捕 严小夕撇了铁嘴 我晚上要去挖矿 昨晚打团本快把我的钱给打光了 你缺金币 你早说呀 我包里有二十多万金币 晚上给你两万 听到我在游戏里有那么多金币 严小夕都快惊呆了 你怎么有那么多金币 你花钱买金币了 这还需要买金币吗 我连月卡都不用充 我神秘兮兮兮党 都是别人送我了 而且还给我充月卡 现在我那个账号可以玩十年 听完我这番话 严小夕大为震撼 心里不禁问 当人要这么有前途吗 当摸完下午的两节英语课后 我再次攒齐五千的墨鱼积分 我深吸了口气 默默打开系统的面板 秉持着搏一搏单车 变摩托的想法 再次选择抽奖 恭喜获得基础数学技能 基础数学LV1 提升基础数学水平 我瞬间感觉自己中了五个亿 心中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兴奋 这一刻我想到了数学王子高斯 想到了数学之王欧拉 想到了牛顿 想到了毕达哥拉斯 想到了阿基米德 想到了黎曼 下一秒无数基础数学的知识 涌入脑海 感觉自己正在疯狂长脑子 默默打开系统 瞅了眼自己的数据面板 姓名陈小坤 致力96普通人 体力61残疾人 领结82普通人 学霸技能 对周边的胆质 奇灵币LV2提升少速 墨鱼积分0 好像智力长了两点 但为什么我没有一丝丝的感觉 关掉面板拿出高中数学教台 翻到函数的部分随便挑了道题目 此刻我终于体会到了数学的乐趣 原来数学那么简单 连续刷了好几道题目 几乎都是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做 不过接下来我决定尝试提升难度 找到一套模拟卷 直接翻到最后一大题 像这类题目基本上决定哪些人上青北 哪些人只能上其他大学 以前我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心情好的时候最多写个解 然而现在我却觉得这题好像一单单 只是涉及到导数的计算 导数与函数的单调性 导数与函数的零点 我拿出一张白纸开始计算 那手速快到只能看到残影 由FX等于X1EX2加B FX的定义为2 且FX等于EX2 X1EX2等于XEF2 与此同时超级学霸严小溪注意到我 卧槽 他在干嘛 严小溪不由更大双眼 他的嘴角微微颤抖 整个人仿佛被震惊到僵硬无法动乱 居然在做题 小学几年期的题目 等等 不对不对 这好像在求函数FFX的单调性 严小溪只是看了严解题过程 就知道我在干什么 内心的震撼似如天功地裂般 从我的解题过程中分析 这道题目的难度不小 应该是高考的压轴大提难度 关键他居然在用导数 什么情况 他居然会这么高深的导数 虽然高中数学确实包含了导数的概念 但导数并不是高中必修的 而且也不会教很深的语 可是他对导数的了解很深 就在严小溪不知所措之际 我已经成功求出了导数FFX的单调性 开始解决第二个问题 证明只有一个零点 简单 我再次提理 飞速在白纸上进行解题 严小溪静静地坐在边上看着我解题 很快他就被白纸上那美妙的华尔兹给吸引 在学霸严小溪的眼睛里 被我紧握着的黑笔 就像是一位顶级的舞者 正在白纸上跳一段美妙的华尔兹 怎么那么快 到底有没有经过大浪 严小溪情不自禁往前凑了凑 仔细看了眼我的解题过程 惊恐的发现竟然完全正确 此时严小溪的表情开始凝重了 这种憨憨淋漓的感觉 简直太爽了 我看着白纸上密密麻麻的推导过程 第一次体会到成为一位学霸是那么爽的事情 眼下数学的问题倒是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该朝物理的方向前进了 再次打开系统找到基础物理的技能 基础物理LV1 提升基础物理水平 核心技能之一 高阶物理必备技能 条件 基础数学LV1 智商达到95 价格3万墨鱼积分 所有条件已经达成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该努力攒墨鱼积分了 喂 陈小坤 严小溪压着声线小心翼倒 你会做这一题吗 说着把一张白纸推到我眼前 上面有道用手写的题目 我满脸疑惑的看着它 没好气道 你是学霸你问我 你别废话 赶紧看一看会不会 行吧 我看一下 我接过白纸仔细看着这道题 严小溪看我面露严肃 又一丝不拱你了 顿时心里一阵的喜悦 不会了吧 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全国能解此题的高中生 不会超过十个人 就当严小溪洋洋得意之计 我转过头满脸迷茫的看着它 这么简单 你不会